今天和各位一起查考一下 父亲第二次来临的异议 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九章 九章二十七节中记录说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父亲第一次来临 是为了作为赎罪的牺牲祭物 在十字架上允命而来 那么 为拯救全人类 再次来临的父亲 可曾说过 在第二次来临时 会独自一人来拯救我们吗 说要和谁一起显现 来拯救我们呢 以圣灵和心腹来临的 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说 来 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 所以归根结底 所以归根结底 寻求父亲上帝和母亲上帝 才是我们领受救恩的道路 换句话说 这是我们重新找回丢失的天国 最准确 最重要的捷径 这就是上帝说 要竭力追求认识上帝的原因 上帝教导我们 要竭力认识上帝 一起查看和西阿书六章话语 三节中记录说 我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耶和华是上帝不是吗 勿要认识上帝 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却如沉光 他避临到我们 像干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看六节话语 我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祀 那么上帝喜爱什么呢 喜爱认识上帝 胜于凡祭 确实要多献祭祀 也就是多献礼拜 但上帝说 比这更喜悦的 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上帝 那么 现今这世上众多的教会 都正确地知道心明 基督安商红上帝吗 他们不知道 由于他们不认识父亲上帝 那么自然也就不会认识母亲上帝 这是因为 圣经预言 我们只有通过父亲上帝 才能知道母亲上帝的存在 因此 我与各位 一定要竭力认识上帝 并正确地迎接母亲上帝 从而牢牢地把持住 进入永远的天国的机会 这次要订阅 我会说 我认识 也不认识 我的天国 也不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你地区训练点